傻小伙死皮赖脸要拜师 不仅走遍了江南七省 还把师父当爷爷一样供 热了给遮阴病了给奸药 就算是遭到埋伏 不会武功的傻小伙也是肉身挡刀子 不小心惹了师父生气 还跪在雨中淋了一夜 年轻人如此执着也是有原因的 小伙本是江南武馆子弟 武馆父亲与人比武 却惨遭对手击杀 少英心中悲愤 立誓要为父报仇 可却连凶手是谁都不清楚 他询问在场管家 管家却担心少英白白送死 称等少英习得一身毫无意识 才会告诉他杀父仇人是谁 少英未报复仇 四处寻找名师 终于有一天 少英撞见了一老前辈与人比武 老前辈虽是须发皆白 可手上招式却是十分灵力 轻松便将小自己十几岁的对手制服 少英健壮叹为官职 可又觉得自己不配拜师 陷入两难境界时 身后出现一斗笠老头 称眼前人名叫上官正 乃是江湖名门白眉派传人 武功天下独步 如果要学武 他就是最好的师父 有智者是竞成 老头鼓励少年勇敢一点 少英觉得报仇有望 难掩面色激动 立刻收拾行囊 追赶上官正 当场跪地便要拜师 可上官正并无收徒之意 转身上船渡河离去 少英游勇追赶 上官正却一眼都没瞧他 并非是上官正无情 而是他此行有要事在身 三十年前 上官正攻城下山创立正义门 几十年兢兢业业 驻朝廷剿匪有功 圣上御赐一驻晴天横扁 功成名就 本打算举行挂扁仪式 宣告退隐江湖 却不想收到一封挑战飞刀书信 江湖五大拳王心有不服 一驻晴天夸大不实 上官正为了名正荣食 用实力让天下人心服口服 不得不改变初衷 带着女儿跟三个徒弟 南下领教江南五大拳王 虎抱龙折鹰的威力 一行人风餐露宿 跋山涉水 挑战江南各路高手 一路上也是拱无不克 战无不胜 却不想遇到了少英这个年人精 少英的拜师方式也非常简单粗暴 那就是死缠烂打 只要功夫深 贴除磨成针 烈日当空 少英就用衣服遮阴 大雨纷飞就帮忙遮雨 师父染上风寒 重病不起 少英就连夜将熟睡的大夫背来 强忍困意帮师父煎药 上官症病情未遇 无法涉水 少英就背着师父过河 不想不小心栽入河里 导致上官症病情加重 少英心中愧疚 在大雨中常跪不起 直到黎明 只求上官症能够原谅 但上官症不愿收徒 不是没有原因 三十年前 师父白眉病危 一切都是长期中毒的表现 临终前将白眉混合十二世 传授给上官症 嘱咐上官症小心保存 防止落入歹人手中 最后留下十二世以招破招 便厌弃归西 上官症不明所以 但还是苦练武学 一日有名黑衣人出现 将十二世后三世抢走 上官症借此推断 猜测是师兄古一峰所为 有师父白眉的前车之剑 自己收徒也是慎之又慎 这时门外扶兵包围房间 欲将上官症杀而后快 少英闻声而来 虽是为习得武艺 但还是死命拖延扶兵 将歹徒击退后 上官症也是看到 少英为自己所受伤势 一路上 少英一片真诚 无微不至 就算是铁人也得心软 果不其然 在一次比武大胜后 上官症终于松口 认下少英这个徒弟 而少英刚洗武 便展露出坚定的意念 和非凡的武学天赋 两月前还是出拳无力 脚步虚伏 被三个师兄轮流欺负 少英自知笨鸟先飞 苦练武学招式 用绳子吊在树上 锻炼腿部力量 双手倒立 仅用双腿 就可夹断磁平 寻常人半年才刚刚入门 而少英仅用两月即可 就连上官症也是为之一惊 甚至都停下比武 亲自教导少英白眉酒势 俯首玄伦 羚羊出动 金蝉脱鞘 神龙白尾 恶虎降龙 金刚倒立 飞燕回朝 顺水推舟 少英武学一日千里 习得百美酒势 就连曾经欺负自己的三位师兄 也是轻松随意 以牙还牙 将师兄一顿收拾 而另一边 师傅的挑战赛也打完了 武战全胜 名声响彻武林 江南拳王也是实至名归 上官正回到正义门 拿出御刺横扁 放言半月内 公开接受各方挑战 如果无人应战 便功成身退 以江南拳王退隐江湖 就连江南五省拳王也不是对手 自然也无人敢来挑战 台下倒戏一片 半月时间转眼过去 没有收到挑战输的上官正 正要挂上御刺横扁 以江南拳王一注晴天退隐 管家却慌忙跑来 大呼事情有变 少英居然打着一武管旗帜赶来 得意弟子却要恩将仇报 上官正当面与少英对峙 却不想少英眼含泪水 说自己叫沙小虎 先父沙震天与上官正公平比武 只论高低不见生死 可当管家跑来一看 却发现沙震天身中白眉拳横死 而上官正也就在身边 由此见得 上官正无疑就是少英的杀父凶手 少英向师父赎罪 要为先父讨回公道 上官正却说凶手另有其人 自己当日与沙震天公平比武 离开时却听到沙震天惨叫 一蒙面人正对沙震天狠下毒手 自己转身援救 情急出手 蒙面人被击中肋骨逃走 可惜还是晚了一步 沙震天惨死 而在尸体旁边的自己 自然就成了怀疑对象 数年来自己也有所猜测 沙震天死于白眉拳 与师兄谷一风脱不了干系 少英被仇恨蒙蔽双眼 大敌当前不共戴天 执意要与师父上官正比武 两人摆开架势 白眉九世对白眉九世 师成一脉招式一模一样 就连心中想法也相同 你来我往久战不下 就算是打到天昏地暗 也分不出高低 师父成名已久 是武学大家 可见爱图反振吐血 心中不仁 手上也有所顾忌 暗中放水 爪弓攻击脖子取消 拳头击打头部止住 反而被少英一脚踹飞 师父一而再再而三放水 少英则不然 手中招式发生变化 直接一招恶鹰飞禽 抓伤师父 师父大声询问 这招是谁教的 少英不言不语 飞尸一招螳螂翻身 抓伤师父双肩 眼见师父重伤倒地 少英也不忍心下手 这时斗笠老头出现 直接一脚踹翻上官正 上官正趁机攻击斗笠老头肋骨 露出所留当年伤痕 原来此人就是白眉徒弟 古一峰 杀震天也是被他所杀 一切都是他下的一盘大棋 当年因不满师尊白眉 将拳法独传上官正 于是便抢了后三十 趁上官正隐退 发出挑战书 杀了杀震天 嫁祸给他 引诱少英学武 最后让他们自相残杀 可惜功亏一篑 傻小子不忍下手 枉费自己的一番栽培 古一峰飞身冲向上官正 少英直接用肉身抵挡攻击 古一峰承认一切罪孽 少英怒火转向古一峰 两人用白眉拳较量 古一峰传授少英后三世时 少英也将前九世展现给古一峰 古一峰到底是老前辈 虽两人用同样的招式 可古一峰并不手下留情 将少英打得一退再退 小伙子少英不是古一峰对手 败得溃不成军 这时 师父上官正想起白眉一言 白眉十二世以招破招 在旁指导少英变换招式 恶虎降龙对抗顺水推舟 金蝉脱鞘逃脱束缚 神龙百尾破解恶鹰飞擒 最后 古一峰跳到少英头上 不断击打少英头部 古一峰没想到正是此举 引来了自己的末日 少英一招金刚倒立 双脚对双脚 顺势一脚踢中致命弱点 古一峰大吼 痛不欲生 捂住下体 痛苦死去 虎豹龙蛇鹰 是由郭南宏导演 袁奎 李一鸣等人出演的 剧情动作电影 影片中 动作干净利索 非常加分 故事略有曲折 但经不起深思 李一鸣小子形象 也让人印象深刻 甚至可跟附生一笔高低 那么 你怎么评价这部电影 欢迎打在评论区 和大家一起讨论 好了 今天电影介绍就到这里了 想了解更多 记得关注加一哟 孟德四舅天天见 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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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